大家好,欢迎收看Super搞笑视频 最近这只龙猫 他的尾巴掉了一圈毛 心情看着很不好 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现在很烦恼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不过看到他对着毛就咬 我想起席的他肯定想去洗个澡 所洗就洗 把他用进浴缸里 让他自己慢慢洗 但是大家要切记 龙猫洗澡需不需要淋浴滴 我们只需要给他准备好沙子 他就会站起 然后谢谢你 洗完之后 自己就会在沙子里滚来滚去 动作看上去毫不费力 怎么判断他洗好了没 这个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打开床 他要是跳出来 就是洗好了 要是没洗好 他一定不会往外跑 要洗他往外跑了 那就是洗好了 大家看看他洗得白不白呢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戏 他洗完澡 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情有了明显的变好 看看他的样子多活泼 想起干苹果 还会伸手抓 眼看做了两次没结果 气得他马上跑回了窝 看把他气得了 二话不说 迅速回窝 这速度真的没法说 他的速度是够快了 但是鼠也累坏了 这下好了 直接趴下睡着了 至于他的尾巴 为什么会掉毛呢 其实是被真菌感染了 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我等一下拿小菌的给他盆几下 多盆几天就好了 拜拜 拜拜